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可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欢迎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 来到今天的管家婆日记 我是管家婆董月阿姨 看看今天董月阿姨要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是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并由皮卡书屋向我们推荐的 不要再笑了 求求 富属妈妈很疼爱她的宝宝 求求 求求总是喜欢咯咯咯的笑 这可真让富属妈妈头疼 因为现在她要教给求求一样最最重要的本领 这是每只富属都必须学会的 富属妈妈说了 求求啊 你一定要学会装死 啊 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富属就是靠装死来逃脱敌人追捕的 求求 只要你学会了 我就奖励你一块 你最爱吃的虫子馅饼 怎么样 然后他们终于开始学习了 妈妈在一旁提醒道 不能笑 求求 没问题妈妈 求求开始装死 妈妈假扮成一只饥饿的狐狸 用鼻子在她的身上 闻啊 闻啊 求求就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得肚子好疼啊 妈妈妈妈 我能吃馅饼了吗 不行 一只死了的副树是不能笑的 求求又开始装死 这一次 妈妈假扮成一只可恶的狼 用爪子在她的身上戳啊戳啊 求求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叫着求妈妈别再戳了 真的好痒呢 她就问了 妈妈 我能吃馅饼了吗 不行 一只死了的副树是不能叫的 求求又开始装死了 这一次 妈妈假扮成一只可怕的野猫 把她拎起来 晃啊晃啊 求求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一扭身子掉到了地上 妈妈 妈妈我能吃馅饼了吗 不行孩子 一只死了的副树是不能动的 求求的妈妈好担心啊 可是求求的朋友们却开心极了 他们一边看着求求练习装死 一边笑得东倒西歪 哎 求求 要是真正的敌人来了 你该怎么办呢 副树妈妈又叹了口气 一天 副树妈妈带求求出去练习 她说 这一次 我要假装成一只凶巴巴的大熊 明白了吗 求求 嗯 明白了 妈妈 可是 就在妈妈像大熊一样叫着 扑过来的时候 你猜 怎么找 一只真正的凶巴巴的大熊 高声吼着 从森林里冲了出来 这是求求听到过的最最吓人的声音 求求和妈妈马上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凶巴巴的大熊用鼻子在求求的身上 闻来闻去 闻来闻去 他还用爪子在求求的身上 戳来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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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巴巴的大熊又拎着求求 装得就像真的死了一样 妈妈可高兴了 奇怪的是 凶巴巴的大熊并没有走开 而是呆呆地坐在求求的身边 突然 大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真是太可怕了 为什么我总是凶巴巴的 原来以为只有小副属求求在那 让我笑起来 没想到我 刚刚吵到他 他就死了 好惨啊 听了大熊的话 求求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甚至觉得有点对不起 这只可怜的熊了 呃呃 熊先生 我没有死 我是在装死的 听到求求的声音 凶巴巴的大熊吓了一大跳 装死 好好家伙 你装的可真像啊 你快快叫叫我 我怎么笑吧 我可不想 我看起来熊巴巴的 呃 好简单 很多事情呢 都很好笑 大熊先生 像刚才发生的事情 就很好笑呀 嘿嘿 就是很好笑呀 哈哈哈哈 说着 求求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知道怎么搞的 所有的人都开始笑起来 连同那只 凶巴巴的大熊 大家越笑越厉害 笑声把整座森林都震动了 哈哈哈哈 求求 谢谢你 让我学会了笑 哈哈哈哈 也谢谢你大熊先生 谢谢你 让我学会了装死 嘿嘿 哈哈哈哈 妈妈 妈妈现在我能吃馅饼了吗 当然了 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 美味儿的虫子馅饼 啊 有赵梦馅儿的 嘿嘿 还有甲虫馅儿的 和最最好吃的蟑螂馅儿的 这一下 大家都不笑了 什么 虫 虫子馅饼 还有蟑螂馅儿的 紧接着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 倒在了地上 装死 这个故事实在太有意思了 嗯 你喜欢吗 喜欢的话 你可以再听一次 宝宝加油 明天我们再见咯